我全身都很痛 真的很多人掉了 差點人在那裡 我不明白我們做錯了什麼 要這樣對我們 他們手無穿鐵 管理的是無情的催淚彈 一刻肥龍在鎮旁邊熟透 他之後也很辛苦 不少留守正種的市民都頂不住煙 退去天馬公園那邊 有200多人因為吸入氣體不舒服 種那一刻很辛苦 眼睛很痛 喉嚨也很痛 很想咬的感覺 成山很刺痛的感覺 其實整個臉好像被火燒一樣 因為它應該有些物質會很刺痛 而且眼睛是抹不大 我們有個攝機 被10米內的催淚彈打中大腿 要去急症室 醫生之後說他探傷要休息5天 佔中醫療組成容說 最近催淚彈的醫療站 有幾十個傷者湧到 超過80歲的黃白 留守正種的時候 都吸入催淚氣體不舒服 起初他還說要繼續留守 不過醫療組要他送院檢查 有中學生中招之後 更加全身抽筋 市民見到 立刻救護車 現場當有救護車經過的時候 示威者都會讓開一條路 醫管局啟動重大事故控制中心 至此晚上9點9 五間醫院急診室 已經收了至少26個傷者